每年的七到八月都有很多电影渣堆上映,今年也不例外,漫改烧脑的动物世界,八月人生醒的《我不是要神》,温情又扎心的《小偷家族》,暴笑又热人,深思的艺术好戏,以及听说特效炸裂,小编没把妹去看的剧齿沙,和以往五毛特效的怪兽发难片不同。 巨齿沙是名副其实的大制作,影片中的鲨鱼形象制作精良,特效逼真,被网友评完见过最逼真的假鲨鱼,小弟大家都很好奇如此真实的鲨鱼是怎么做出来的。 答案很简单,人工智能,巨齿沙身长20米,体重70吨,体型巨大的几乎深破屏幕,如此大工程的特效在几年前的画出来巨大的渲染场外,可能还需要一支庞大的队伍才能完成。 但有了AI就不同了,它除了能快速计算所有需求,提高制作效率啊,还能使得特效更为逼真。 Scanline VFX是巨齿沙的特效团队,工作人员制作完鲨鱼的图像后,又用AI对鲨鱼的动作进行了模拟预测鲨鱼。 这样电影里的鲨鱼,才能达到真实效果,游游是会产生涟漪,身上的肌肉会隆起,皮肤下的脂肪也会对水面溅起的血压做出反应,走心的特效加深紧凑的情节。 以及郭达斯坦森,国际兵的演技,俱使杀上映四天国内累计票房破四亿,等被美票房榜榜首。 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,这部电影被网友评为《惊吓最爽》的大片,以及特效控抓束影片,这就是传说中的科技的力量吧,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真的是无孔不入了。 重注的手机里的语音助手Siri小爱同学,到活跃在职场的Viso编辑机器人,再到让电影特效逼真,到吓人的大功臣,他已经不知不觉,得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根发芽了,不知道未来会怎样,但和编辑机器人,成了同事的小编真的很爽。